在巴格達的戰役的攻防戰當中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妖動妖師身負一個非常重要的計畫 而這項任務計畫就是要搬移整個基地 到達敵人的後方去 而在這時候400多架的直升機 掛載著漢馬車重裝備 從起飛了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行軍的任務是非常的困難 行軍的距離達到了500公里 而這項任務 從右發拉底河出發能不能成功呢 剛剛講到在美軍第七軍的這個王牌軍隊 他們要打算開始他們的左勾群行動 這樣計畫之前 先拜所有的這個101的空降師 他們400架的這個直升機 包括黑衣直升機跟齊魯克直升機 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的北部的 13個他的基地全部大批起飛 就像畫面上空中蔚為壯觀你知道嗎 當時美聯社的 這種畫面只有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你才看得到101空降師用UH-1的飛機做的 那簡直比電影畫面還精彩 每一架直升機都不是特效做出來的 當時美聯社的這個記者形容 他在戰地上看到了這整個畫面 天空因為他們起飛的時候 經過的是那個伊拉克克威特沙烏地阿拉伯 他附近了一個很廣大的利加拉沙漠 那直升機起飛的時候 整個捲起了所有的黃土黃塵 把天空全部都懶垮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連那個榴彈炮車都有 你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看到像黑衣直升機 它可以吊掛像這一種的野戰榴彈炮 那所有的直升機 幾乎黑衣直升機佔了大部分 我剛剛講400架 至少1 2分之1 200多架以上 結果呢 在天空中形成6道的這個飛行路線 就好像6條黑壓壓的整個 把天空都遮蔽住了 你說天空就是整條像黑河一樣的直升機 河流出間了 美軍101是沒有給美軍整個部隊 和多國聯軍難看 因為他們在那個2月24號1991年 弗小攻擊的時候 他就帶著 你知道嗎 除了400架 各型的他們那個直升機 還帶著2000多名的士兵 差不多一個呂的兵力 還有50輛的軍車 還有大批的火藥 彈藥 油料 前進到伊拉克境內 它的一個腹地 大概他們新畫出來的 155平方公里的地方 就在那邊把整個基地搬移過 搬移過道那邊建立起來 結果真的搬過去了 我跟你講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 搬移了500公里 居然能夠把整個基地全部移過去了 因為他成功切斷了 伊拉克巴斯拉以南的 這個共和國衛隊精銳軍 跟在科威特境內的 伊拉克入侵部隊的 整個聯繫和後勤補給 完全被切斷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進軍到了這個 伊拉克的進攻的部隊 他已經完全沒有後勤補給了 沒錯 他後勤補給都斷了 美軍第七軍他們 開始 就是進攻採取這個 左勾拳行動 又向北湧進伊拉克腹地的時候 同時又向東輝斯進攻 然後這個時候呢 伊拉克他的那個在科威特軍隊 早就收不到他 來自巴格達的指揮中速的命令了 然後 而且在部隊展開這幾十個小時 從2月24號開始到2月26號 海山當時宣布 接受多國聯軍和聯合國的這個停火方案 總共不到100個小時 地面站的這個行動 你知道嗎 幾乎 要101空降師 就把他的整個空降的這個直升機部隊 把基地建立好 就配合這個第七軍王牌軍 他這樣一個風起雲湧的 對這個伊拉克的軍隊 產生非常毀滅性的打擊 你知道嗎 當時造成的伊拉克 他的精銳部隊 十幾個師 整個被殲滅 2萬2千人被俘虜 然後1300輛坦克 全部被摧毀 這是以寡擊中耶 1200輛的裝甲車也全部被摧毀 然後呢 你知道美軍第七軍王牌軍 他的損失兵力多少嗎 多少 他的損傷 47個人陣亡 192個人受傷 這個就是他輝煌的一個戰績 所以如果沒有當時黑鷹直升機 還有這麼多的空中的這個101空降師 他這樣一個突擊的這個兵力 建立這樣一個前面的一個基地 何為 那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美軍第七軍跟多國聯軍部隊 能不能成功對當時的海山和伊拉克 揮出這樣一個左勾拳 致命的一擊 打到他重重的肚子上 改變整個戰局 跟創造戰史上 揮還不待100個小時的地面行動戰績 到底結果如何 其實還不一定 從這場戰役當中可以看到 UH-60的功能究竟有多強大了 但是中國大陸現在在進行的 逆向工程之下 直20會不會是這個 逆向工程所造成出來的呢 另外我們要說到 中國大陸現在最新的戰機叫做 殲-31 但是你注意那外型 怎麼覺得看起來 好像那F-22 又像那F-35的合體呢 難不成跟直升機一樣 都在搞逆向工程呢 除了逆向工程 山寨版 為什麼我講山寨版 各位看這個是F-22 各位看一看 是不是G G頭 這G鼻為什麼 G鼻照看起來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可是它的尾翼 這尾翼好像 像F-35 F-35 但是F-35是單發動 但是它是雙發動 那它雙發動不就又跟F-22一樣 對 但是呢 那你看它的肌腹 還有看它的進氣口 各位去看 這裡是它的進氣口 這裡是進氣口 可是你看看 是不是跟F-22 又不一樣 它又不一樣 那它這個進氣口的外型 像誰呢 它像F-35 所以呢 我們再來看它的肌腹 這裡是肌腹 因為F-31 它看 各位從圖片上面看 是不是比F-22 小個一號 所以它未來的掛彈 它就限制了它運動的性能 它運動的性能 它的掛載量的話 就要放在肌腹下面 也就是說它肌腹底下是掛載區 對 但是呢 各位再來看一看 它後面的這一些尾翼 像這裡F-22 可以發出比較微弱的信號 注意畫面當中有沒有看到 它是在進行試飛的動作 對 你看它的尾翼 各位確認那個看它的尾翼 這種尾翼你就看 它的紅外線的就很強 它雖然是逆中 但是它在發動機沒有辦法逆中 它為什麼在發動機上面 沒有辦法逆中呢 它的發動機是用1980年代RD-93 然後它再做成RD 1980年的啊 1980年代以後 那不是30年前的東西 它是30年前的東西 所以我們看 它的尾翼沒有辦法像那個F-22那樣子 F-22的紅外線的訊號 還有它兩邊的蒙皮 它有一個塗料 但是它也有塗料 但是這種飛機 它最怕是什麼 碰到下雨天 它能不能部署在東南沿海 各位猜猜看 東南沿海 正常來說的話 東南沿海應該是可以啊 第一個 它最怕下雨 它下雨還有鹽分腐蝕 會把它的塗料 逆中塗料 給什麼 所以你說它的逆中塗料 有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怕水 又是怕鹽 鹽分 高溫高熱怕水 鹽分高的話 是對它非常的不利 所以我們現在看F-31還有一個 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 這裡 你這麼一講 那它不就要晴天戰機 下雨天你就不能飛 它大概是碰到下雨天沒有辦法 但是F-31我剛剛講的是發動機 它希望用RD-133它自行生產 但是中國大陸生產發動機 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什麼問題 維修時速少 所謂維修時速少 所謂維修時速少 發動機壽命比較短 對 像F-22可以耐高溫多少 2200度 它最多1800到1600 殲20跟殲31 為什麼 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 同時發展兩種立宗戰機的 除了美國以外 歐盟有沒有 俄羅斯有沒有 通通沒有 中國大陸有 那中國大陸呢 現在美國FBI呢 它就講 它說過去他們公佈 在上海公佈的 叫做61398總部 就是61398部隊 他們是網路的駭客 其實它說錯 網軍部隊 因為現在網軍 它分成四級 現在FBI 它已經查了出來 它說一個名為AXAOM的 駭客小組 才是它的主力 美國為了針對它 這個駭客小組 它曾經透過台灣 進入到美國的網絡 所以美國FBI 曾經派員到了台灣的時候 也就是說 竊取了一些飛行科技嗎 他說是不是台灣弄的 結果呢 最後查證 是中國大陸的黑客小組 是中國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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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國大陸的